三月十六號 我們正式天位公定位 在大樓十二樓 民國九十年的時候 當然在前面點點滴滴 是真的是淚水 淚水 四月做得真的很巔峰 有司機在我 有秘書拿平包 但是到八十九年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我也敢講 有那麼神奇嗎 那既然那麼神奇 我就讓我做得更好 我們現在做得更好 結果一下子就走下坑 在最高峰的時候 走下坑的時候 差一點跳的自殺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熬過來到八月九十年 三月十六號正式的 其實我以為是觀世音菩薩 但是他一直顯化顯化到 我們的主神 就是準提佛母 十八字手 好的 你是真的要來的話 那我就認真嗎 我就每一天靠近做什麼做這樣子 在大樓裡面有五年 在大樓裡面有五年 在辦事情 五年 還有一段時間 就有人告知說 有一間大廟等著你去開發 我說我不要 最終我們沒有經濟 我看到很多大廟都是 來這十方 穿古教 阿嬤很多大廟 蓋了一段沒蓋的 這都是他的原有 所以我說不用 後來九十五年 真的是五年 那中午講說 你因為那個所在五年就要出來 真的九十五年 我們的觀世畢竟 就是東教上的觀世畢竟 指引來買這個房子 因為在龍十六那邊的房子 一間都要超三千萬 三千萬開來 就不能放廣東樓 龍十六那邊做 當民國九十四年的時候 剩下兩百左右 我拿著買得起兩千多萬 差距太多了 但是他就一直要 然後想要找一個地方 開放音樂再大囉